新光雲 RUN 新文 恭喜我們的入圍人 請中間 排骨阿朗 新光雲 RUN 新文 歡迎收看新光雲 RUN 新文 衛生免小子又來了 我是衛生免小子 二月剛開始 二月剛開始 我來了好不好 一個月來一次 可以不要嗎 可以多來一點 我也想好不好 聽說我下禮拜也會來 連續來兩個禮拜 沒有停過 如果是有連中的狀態 就跟NBA連贏兩場主場的感覺是一樣的 就是我會很爽 你會很爽 你就不用打客場的感覺 今天厲害了 只要我出現怎麼樣 就有大咖 沒錯 因為今天大咖到包 你知道多大咖嗎 多大 通常最大咖的都會站在那個跨年晚會的那個舞台上面 對 就像我 也是 然後 你一直說台北的 台北的 然後壓軸 壓軸是誰 你知道嗎 廣仲 廣仲先生 所以是厲害到爆 厲害到爆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是要來邀請到我們的這個 花甲男孩轉大人 轉大人 欸不對 是花甲大人轉男孩 2017最紅的 對的電影好不好 就是那種過年的賀歲片 對他們有一個電影要上映了 沒錯而且裡面有一個情侶非常的厲害 就是我們廣仲跟我們的這個 阿偉 對廣仲男 對廣仲男 所以我們今天都會讓他們 同框 是 會不會同框啊 就是好像不會同框 但是我們因為他們兩個 就是最近行程太滿了 對 我們今天會讓這整個直播 讓大家看到這兩個人 充滿他們 但是他們兩個會不會同框呢 看下去就知道了 也不知道好不好 看下去就知道了 OK那我們就進去了 因為聽說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大樓裡面 是一個秘密的戀團寺 我們是突擊他們 我們是突擊他們 錯 我們今天是要來綁架他們 對 因為今天就是 聽說他們那個電影 2月9號就要上映了 我們就是要用一個歹徒的形式 我們這算是強盜 對 強盜就是 可是這也是因為為了富有 來幫大家某一點福利 大家應該很想要看 那個新上映的電影 我們去幫大家就是 某一點那個電影票 某一點電影票 某一點電影票 欸我們現在偷聽一下 對 大家 看著我們兩個 但是耳朵都聽著 練他的聲音 怪一點 都不行 大家有聽到 網上的聲音嗎 我們去偷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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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你又话想说又不敢说 没关系我认识我 一起走过很多时候 有太阳的午后每月亮的天空 我在氧气里面看见你 你就像电影运行一样美丽 就在这个时候你对我说 我真的听到你对我说 你说你说你说你喜欢我 I ca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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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ol 因为我也有一点心动 我说 我喜欢喜欢听听rock'n'roll 会跟着我一起保护地球 冲击好 不用想太多只要大声说什么 Oh yeah 说什么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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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听到Key的你再说一遍 Oh yeah Oh yeah 中秋节快乐你也可以说 Oh yeah Oh yeah 新年快乐你也可以说 Oh yeah 新年快乐你也可以说 Oh yeah Oh yeah Yeah 頭髮是粉红色的人一定要说什么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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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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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up Oh yeah Oh yeah 耶~~~ 是不是感覺我真的不是音樂咖 對 你們的拍子是蠻有的嗎 有氣氛嗎 我完全沒有在你們的拍子上 但是你們可以繼續的把它演唱完 我是覺得蠻厲害的 你真是殺進來混亂他們的 我跟你講我剛剛以為 唱偶業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 但是我剛剛偶業 沒有在拍照我就 Yeah 我以為你是故意的耶 我是在找拍子 不會你唱得蠻好 因為我看到那個 鍵盜手覺得很開心 我跟你講我剛剛就是因為 他在旁邊給我自信 然後我才會覺得說 我好像可以唱一點 Oh yeah 這種部分 而且你一定要就是 用我們的節目 然後到處跟人家合唱嗎 我跟你講 我現在已經邀到2018 有他三組藝人要跟我合唱了 真的假的 而且其中一組是憲哥 要邀我去小巨蛋唱他的演唱會 你覺得扯不扯 扯欸 憲哥是歌曲 聽說最近有世界巡迴演唱會 有要不要請我嗎 好 請我不要 我們就美國見囉 美國 我要美國 你自己去 你要問什麼嗎 世界巡迴演唱會 有新加坡 對 香港 台灣 日本 美國 我就是要選美國那一場 對 因為想說到美國比較遠 然後如果他唱差的話 比較不會毀了我們 就比如說 拉斯文加什麼 台灣也沒有人知道 對 丟在沙漠上 這個想法是對的 而且他們會覺得說 喔 台灣來的 原來唱歌是這種感覺 會毀了我們 整個台灣 可是剛剛講開玩笑說 世界巡迴演唱會 是真的 要不要宣傳一下 好 呃 就是 今年上半年會有一個 世界巡迴 然後 沒有 不是巡迴 世界巡迴演唱會 世界巡迴 喔 你們改了 不是世界巡迴 Round Down已經改了 真的 對 誰跟你春季而已啊 改名了 一年世紀啊 好好好 因為 那有很多個地方 對對對 因為去年有一個 春季巡迴 然後想不到今年 在公司沒有跟我講的情況 就變成世界了 變世界巡迴 對對對 然後就是會有 新加坡 香港 日本 美國 然後台灣也會有 太好了 我跟你講真的是要聽你唱歌 真的很爽 真的很爽 好不好 就是看他的那個角度 什麼時候才要抽筋 你知道 就坐在椅子上 到底什麼時候要抽筋 這樣子 我跟你講 盧廣仲非常厲害 因為今年我們通台過 對 在那個跨年的時候 跨年的時候 然後他唱壓軸 然後我是主持人 然後 其實他今年收穫 非常多 因為 聽說你是音樂才子之外 今年又晉升了 電影咖 對 電影 電影快要上映了 喔 晉升電影咖 對對對 sorry 我現在不變電影看 不是 電影快要上映了 對 電影即將要上映了 很厲害 之前不是電影 之前是就是 電視劇 對 剛好就是今年拍成電影之後 然後播這個賀歲片 對 聽說就是每個人 我們剛剛問過 每個人聽說都哭到慘 你說還沒看電影就已經哭到慘了 當然也沒那麼誇張 看電視劇 看電視劇 看電視劇的時候 然後哭到慘 然後我自己本身有看你們之前的那個預告 就是在參加那個 就是你講了一段很長很長的那個話 對 對對對 我那時候也是真的是非常覺得 你很 很厲害 很有才華 就是竟然可以瞬間進入到這個情緒裡面 對 然後今年的2月9號 對 花甲男孩 大人轉男孩 又上映了 2月9號 所以今天我們是扮演著這個歹徒的角色 來跟你索取這個電影票 喔真的嗎 喔有我剛好身上有 欸真的嗎 我要先玩遊戲對不對 沒有要玩遊戲 但是在玩遊戲之前 因為既然都你知道大家都準備好了 是一個band在後面 而且電影是不是一定要有電影的主題曲 對 你說有為了這個電影 對 寫了一首歌 主題曲 幾分之幾 對幾分之幾 我們有沒有這個榮幸可以先搶先聽 可以可以我們練很久了 真的假的 就等你們來 今天是首播嗎 對今天是在 今年在練團是第一次被這樣 哇 我希望你出錯喔 欸不要啦 所以我們等一下有什麼Big X可以就 中斷這個直播嗎 不會不會 我們會把這東西剪重播 太棒了吧 就會變成明天的新聞 是是是 好想看喔 好想看 我們現在把壓力全部丟在廣仲身上 還有後面的老師 後面的老師 後面老師故意在那邊 咬一下他就完蛋了 故意彈錯 時間交給一下那個盧廣仲 好 我們就好好的聰聽一下這首新歌 不要毀了他 幾分之幾 我會加油的 你不能跑進去亂唱喔 我不會 我不會 可是我們好像可以坐在這個椅子上面 這 這就是你知道 很像那個Piano Bar 對不對 一種 把燈光 這邊燈光可以全部關掉這樣 唉好可以啊 所以等下也不知道是誰在唱這樣 好感覺 這有一張椅子欸 欸 我再幫你擺一張椅子 不用不用不用 我站在這就好了 好 唉 竟然在練團室裡面直播還蠻嗨的 對啊 然後他們就是現在在準備一些 好啦 你們很煩欸 我好不容易來一下 然後大人很想講話 而且看到盧廣仲欸 你們很煩欸 好 好這首歌叫幾分之幾 我等一下如果講話我就不信了 記得那天 太陽壓著平原 風慢慢吹 沒有人掉眼淚 一切 一切 好美 好到我可以不用說謊 一切 金色的側臉 踩著全白球鞋 風繼續追 世界幾十多夜 世界幾十多夜 那麼 確定 我知道那就是你 那一天你走進了我的生命 那一天你走進了我的生命 謝謝你成為了我的幾分之 记忆 闭上眼睛也能看见你 晴朗的南方 就算犯错 你那岁月等我 就算停留 还有你和夜空 我算什么 让你无条件地为我 那一天你走进了我的山里 谢谢你成为了我的记忆分子 记忆 如果我要更完整一点 也是因为你 某一天你离开了我的生命 谢谢你曾经 我的记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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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好好聽喔 好好聽喔 那個感覺有進去 剛剛那個時候如果真的有人講話 就真的是拖出去摘 我會直接在後面把你掐死 對啊那時候怎麼可能會講話 我剛剛真的是有一些畫面 就覺得你已經在跟你的老媽吵架 就是你知道這些 你們家庭在順順的 場景浮現類 而且這首歌好聽 有一首歌好聽 比哪首 比那個人唱的Xia還好聽 比那個人唱的Xia還好聽 我跟你講今天 今天大家一直在直播上面要講說 要請你唱Xia 但我覺得 不能讓他們這樣子允許允求 我們今天不唱Xia 其實可以啊 好啦不要唱 可以 我本來想說要用一招 就是想說慢慢的讓他可以唱Xia 結果他自己說其實可以 可以啊可以啊 我這麼喜歡唱歌 真的嗎 因為你在唱的時候 然後剛才網友都說這首 你剛才唱的心格很好聽 然後另外一半的人就說 他們其實也很想要聽Xia 你看這邊的網友 我跟你講我剛剛是玩笑話 其實就是剛剛這首歌幾分之幾 是真的非常好聽 然後Xia也是我們當時就是 一開始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就覺得哇 有中有中 然後 所以其實這兩首歌 剛好都是盧廣仲唱的 都是非常好聽 所以呢我們等一下 大家如果想聽的話 幫我們分享一下這條直播 我們希望非常多的人 可以聽到Live的 Live的 然後在這個練團室裡面唱 然後他唱完這兩首歌 我們就要開始玩遊戲 送電影票給大家 喔搶劫的部分 好不好 欸那就廢話不多說 我如果現在講話一定又被公幹了 對 好不好 那就交給你了 好 魚仔 魚仔 所以我們是要 好 可以嗎 是唱一段還是唱一首 我管你喔就是一首啊 一首啊 好啦一段啦一段 一段再多一個副歌 一段多一個副歌 我們現在就是要 積極的在那邊凹有沒有 好啊可以啊 一段就好 可以啊 太好了 我也好喜歡這首 好熱喔 很熱 欸我要去外面八度 這個裡面是 外面是八度 外面八度要不要 可以開個最外的 我幫你開我幫你開 你忙你忙 他開玩笑的 後面真的可以開嗎 可以真的可以 不要不要 要來木吉是不是 好 我跟你講現在就是這個 感覺非常的有 好看 就是說 可以看到那個練團式 對 的一些就是狀況 嗯 然後不同的歌 有不同的樂器 沒錯 他現在要用的是 木吉他 而且他們現在其實就是在準備 那個世界巡迴演唱會 對 然後大家有沒有看到 現場非常混亂 就是因為他們就是 真的是沒有 事先的彩排好 對 但因為大家都是老師級的嘛 對 所以 我相信他們大概溝通個 大概三十分鐘就可以 哪用啊 三十秒就可以了 三十秒就夠了 你看看現在非常混亂喔 有沒有 我們現在就盡量的 看他們有多混亂 有人說很想要來這個現場 欸 蛤 我跟你講乾脆你就直接自己來 喔對 我直接嘛 對 那你需要椅子嗎 不用 不用 就是直接 好 這樣就可以 OK 欸 那我們可以在旁邊嗎 那我的警察可以再到 那我們不能講話 我們可以在後面辦魚仔嗎 好啊 因為這個 辦魚仔 畢竟是主持人 我們在沒事做也很奇怪 可是廣眾有想要我們變成魚仔 騷擾他 假MV嘛 魚仔 魚仔有MV嗎 魚仔有 可是沒有那個後面真人半無的 對 他們沒有這個部分 這個版本可以 對 他們沒有這個部分 來囉 歌詞是什麼 哦 想起來 可以可以 好好好 嚇一跳 我音也嚇到 如果 只是叫的 路很久没走 最近也换了新的工作 所有的追求 是不是缺少了什么 想想着生活 风平浪静 躺开了霜 梦记了 你在的世界 会不会很靠近水星 看他在那儿 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 我对你 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 这几段我的拍拼 我对你 想来想去 想去 我对你 想来想去 天啊 耶 完蛋了 這麼有感覺的歌 被我叫你一弄 我又要被罵了 我跟你講你們真的聽太多次很有感覺的 我們聽一點比較輕鬆的 聽一次沒感覺 我剛剛把他鑽到 他剛剛真的是會直接鑽出來 一樣是很有感覺啦 是不同的感覺這樣 是對不對 差點也被你毀掉了 為什麼你唱歌我那麼累啊 因為你剛剛是一隻魚啊 一隻魚是不是 好啦 那個等一下呢 我們要就是 去找你的那個 馬子 戲裡面的啦 戲裡面的馬子 但是在那個去找你馬子 阿偉之前 我們要來送 這個觀眾電影票 那我們就用一些比較 無理頭的方式來送好不好 好 不要喘不要喘 好累喲 我們要送你花甲大人轉男孩的電影票 鎖定星光與亂新聞新聞為我們加油 在直播下方留言回答問題 花甲大人轉男孩幾月幾號上映 我們剛才有講過了 就有機會獲得電影票 好 好像是2月9號吧 對 就是2月9號 好啦 我們現在來跟那個盧廣東 用打賭的方式啦 等一下這個 因為現在有人在直播嘛 那保了手機為主 然後如果像他現在我們講說 開始直播這樣截圖 對 你覺得 第三個 第三個留言是怎樣 男生還是女生 對 你先選 如果你輸了你就要把電影票送給我 好 男生 確定嗎 嗯 男生 男生 我現在先解一個 我自己也不知道 好 那我就猜女生 如果是女生的話 那個盧廣東就要把電影票送給我們 好 就這麼簡單 第三個吧 對 第三個 對 第三個 是一個叫做 女生嗎 女生 佩文佩 佩文佩 佩 佩 佩文佩 對對對 佩文佩 女生 確定 我贏了 我看到特南克斯 欸 欸 他剛剛也這樣子跟我講欸 我剛剛也跟你講一模一樣的話欸 佩文佩 哈哈哈哈 超變超級賽的 變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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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動得他笑呵呵欸 欸 ETT Day的那個後製 幫我補一下 每次你都要幫人家做 都幫我做 新聞的話就可以 他之後幫我做 幫我做一個那個 變成超級賽的人 來 預備 開始 那幫他變那個魔人普 他為什麼他也要變 1 2 3 等一下 我看他們會做 他們會做 不要鬧 不要鬧 再來再來再來 再來 不然我們來猜那個 寶兒 最近 打給他的 的電話是男生還是女生 最後一個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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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不要 我們看他 最後一頭電話 我們看他那個WhatsApp的內容 欸 這是私人領域了吧 喔喔喔喔 好不好 男生女生你覺得 你說打給他的 打給他的 女生 女生 那我猜男生 誰 這一個 這上面這一個 那個不是 這個就是 這個也算吧 那是誰 是一個推銷保險公司 擺車詐騙啦 不是啦 是這 是一個男生 不能給他們看看 一個男生推銷保險 在我剛剛用頭髮的時候 那你是說 所以你對了 我對了 我又贏了 那你又要上出兩張電影票了 可以啊 靠這麼簡單喔 我最近出門都會隨身攜帶電影票 想說欸 過年快到了 送給大家 新年禮物 來賭一個要不要 超難的 好 現在這個整個練團室裡面 有禿頭的男性 單數還雙數 誰 你太不禮貌了吧 這個太冒犯了吧 OK的我來數你我為標準啦 你是不是也算 我跟你講我小算 他小那你可以算進去 所以你要猜單數雙數 這個問題 這個 我把 他好開心 好啊 單數 單數雙數那我開始選 OK我算一個嘛 一個 喔你真的凸啦 這真的OK 兩個 兩個 欸後面都還不錯 因為大家這一位是 那算嗎 他那算是 雄性 那種是好看的 可是這有算嗎 那算好看的 他是好看的 這個 這位的這個 腳腳有點問題 你去可以撫摸一下 我看一下 打開 還好還好還好 還好還好 很緊張 這個還年輕啦 OKOK 很緊張 這位老師不好意思 你算凸的 那旁邊這位老師 還可以啦 OK 三個 三個 你是單數喔 單數我看一下喔 欸可是我們現場 欸不好意思喔 我們攝影師本身就是個大夫 哈哈哈哈 他是 Double 欸三數不好意思 四位 四位 所以你又輸了 我又輸了 這感覺好像有點不合理 而且明明老師都是很專業那種 對啊 然後我們這邊跟他搞笑 他只想要做音樂的東西 跟頭髮不關 他說我當初來這邊工作 只是想要把音樂做好 沒有人會告訴我會上電視 對 而且 為什麼我第一次上電視就要被 想說 是 被評判的吐頭 欸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希望老師都不會那個 不會生氣啦 老師不要解了 對不起 老師喔就是你知道 讓大家開開心心一下 不然 不然唱早安陳姊妹好了 不然早安 你很會看 哈哈 趕快找借口趕快閃一下 好啦 不然 最後一張啊 再讀一張 好啊 你提咧 我提啊 要不要 哪一個 你提你提 嗯 不然我們現在來選一個 呃 不然我的助理好了 你覺得他腳臭不臭 哈哈 誰 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你這樣問應該就是瘦吧 就是我來我來聞嘛 好你聞 你聞 因為你不可能聞啊 你女生不可能我來聞嘛 哈哈 然後看他臭不臭這樣 我蠻想看的 好不好 好 因為你知道練團是 而且現在下雨 好我猜臭 你猜臭 下雨真的是很危險 你出腳就好 你出腳 不要入鏡子 你不要入鏡子 出一隻腳 你猜臭嘛 哈哈哈哈 欸 我跟你講 真的不臭 哈哈哈哈 真的不臭 真的真的 欸 真的不臭 而且 不臭到我可以這樣子摸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 真的不臭 真的不臭 所以我又輸了 你又輸了 好 我 我們只能姑且相信你 真的不臭 不然你是 你要不要 沒關係我直接給電影票 哈哈哈哈 好 我跟你講 就是很抱歉 讓你凹了這麼多片影票 不會不會 對 然後 還是要來個陳之美 欸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啊 可以吧 老師音樂請下 老師 在他們準備 我們只唱一段副歌就好了 一段副歌就好了 一個副歌 對 然後 我們就要出發去 下一位 我們就要 欸等一下啦 等一下啦 他們先準備啦 你要先幫我們打個電話 喔 對啊 先幫我們打給那個 阿偉 阿偉 因為我們想去找他 因為最近他們兩個非常忙 然後接下來要去宣傳他們的電影 然後 所以呢 他們沒辦法今天同框 但是我們等一下會負責我們的部分 就是我們會去找他 對對對 所以 你這邊的電影票應該都被我們引光了吧 你可以先幫我們打給他 幾乎 對啊 因為其實也幾張 幾張 不管啊 怎樣都要生出來 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再去 勒索你 戲裡的女朋友 好 好不好 那你就打給他 然後問他在哪裡 然後我們去找他 這樣子 好 唉唷 兩分鐘是不是 好好好 我跟你講 那我們先聽一個副歌啦 好 好啊 副歌啦 好不好 好啊 剛好老師 這邊他們都會彈早安晨姿妹 真的假的啦 該不會會彈早安晨姿妹吧 天啊 怎麼可能不會 太榮幸了 居然會 天啊 阿偉接了他話 阿偉很煩欸 阿偉很煩 來來你跟他講一下 嗨 嗨 妳是女生嗎 喂 不然欸 怎樣阿 幹嘛啊 欸 欸你在哪裡阿 我在 我剛下通告阿 是喔 阿我們昨天 對啊 妳昨天睡我家 然後早上都沒有公 你是誰啊 他怎麼聽得出來 誰啊 我是廣眾阿 你屁一樣 耶 你在幹嘛啊 欸你在哪裡 你跟他講話你女朋友欸 你國中生啊你 他說我國中生 欸阿瑋 阿瑋 我們在那個廣眾這邊 然後我們現在想去找你在哪裡 我在 我在港 港 前站附近 欸 欸我跟你講我們等一下去找你 我們那邊離那邊很近 你那邊等我們一下 只要出口等一下跟我們那個 那個工作人講一下 我們去找你一下好不好 好啊好啊 怎樣很不內服是不是啦 不要 好啊 好啊 欸阿你跟他講話 阿瑋 好啊 要記得睡覺喔 好 記得睡覺喔 好啦等一下找你 什麼意思啊 平時都不想睡覺 欸你是剛剛很不熟是不是啊 沒有啊 就這樣很尷尬 欸有點尷尬 這種私人事情好像就是在大庭廣眾之下 是 他也會有點害羞 那這一part我們就要用 早安陳之美來做Ending了 好啊 就一段副歌就好了 好啊 好不好 就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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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好好好 老師 音樂請下了 一段副歌而已喔 直接 不能太多 不能太多 就直接副歌 不能太多 對啊對啊 對啊對啊 Say what 對啊對啊 在這個早安陳之美的聲音中 祝大家新年快樂 以及這個狗年 這個恭喜發財 謝謝謝謝那分請支持 對啊對啊 什麼 對啊對啊 對啊對啊 蔡南柯斯 對啊 蔡南柯斯 我要補呼唱 Yeah 上完了 這就唱完了 上完了 上完了 謝謝 好了 各位 在對呀對呀的歌聲當中 我們要出發去找阿偉了 是的 就不打擾你的時間了 真的是打擾到你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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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撤了喔 謝謝 各位老師辛苦了 不好意思 冒犯了大家 真的是冒犯了 真的是冒犯了 拜拜 我們趕緊說話去找阿偉 拜拜 YES 都被我們弄一下 攝影大哥在一起這樣 好 我跟你講 現在我們就是要出發到這個附近的港前站那邊去找我們的阿偉 因為他剛剛下通告在那邊 對沒錯 然後我們現在正要出發的時候 我們讓大家就來回顧一下 因為之前是電視劇嘛 有七集 那其實這中間有歡樂 有淚水 那有些人可能也還沒看過 沒關係 我們用一些就是懶人包 幫你準備好了 對 給大家複習一下 然後是由我們這個盧廣仲配音的懶人包 大家可以看一下 等一下我們回來 就可以看到阿偉了 好不好 請看 等一下 來喔放送放送 很多人說看不懂花甲的故事 因為故事裡面人太多了 電影要播了 會不會看嗎 今天就特別來跟大家快速的講一下 這個老家裡面的故事 其實大家放心 沒有看過電視 一定也看得懂電影 因為這是兩個不一樣的故事 只是剛好都是我正花甲一家發生的事情 一年前正家的大家長 人稱一間的阿嬤就要過世了 在快要斷氣之前送回家裡 大學念了七年還沒畢業的 我正花甲被老爸集扣回家 好朋友好室友好哥們 有達一上 念能為滿的阿維 溫馨愛香水 一起回到老家 他才發現 天啊 這是一個什麼樣亂七八糟 吵到天荒地老的大家庭啊 阿公正爽的鬼魂又在這個時候出現 像是要帶阿嬤上天堂 這個時候阿嬤竟然醒過來沒有死 還開開心心參加了孫子花亮的婚禮 全家人突然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 只有阿春最小春 瓜哥陪著阿嬤比大家都還像阿嬤的女兒 這麼荒謬的事情 大概就跟我們人生荒謬的程度 差不多有87分像了吧 首先來介紹一下這個大家庭 一切友誼的小孩 祖譜排行是光自輩 因為希望每個都變成大人物 所以名字用 老大鄭光輝 就是我爸 很早就離婚了 和一個檳榔西施 史黛西開了一間叫做 薯蘭嬌的檳榔攤 和人家糾纏半天還不娶人家 難道只是想隨便玩玩 兒子女兒看不順眼 根本不想回家 我姐跟一個得到絕症的阿輝在一起 兩個人失守殘眠 就算快死了還不停放閃光 小兒子阿嘎 就是我 魯蛇最佳代表 卻還想幫這個家重新改造 這個故事就是在說我如何可以轉大人 還同時教兩個欺辣的故事 呵呵 一個就是我們前面看到的男人婆 非常不像女人的阿瑋 另一個就是青梅竹馬家鄉的女神雅婷了 哇喔 雅婷出現仙女下班 這個時候我就像所有的男人一樣 陷入天人交戰 但是當阿瑋變了女裝之後 我才看出來 原來男人婆溫柔也很動人 才發現有阿瑋的陪伴 真好 喔 我二叔鄭光煌 為人海派 交友廣闊 是鄭家唯一人生勝利主 可是悲慘啊悲慘 兩個兒子都很糟糕 老大花敏是企圖啊 18歲就搞大別人肚子 生了小孩 一婚後突然發現 家鄉女神雅婷沒有男朋友 認定他就是自己兒子最好的後門 每天只知道糾纏他 雅婷也不是如此天真無憂 前男友陳大哥是可怕的男孩 會把他像吃火鍋燙肉片一樣的 拿開水燙他 可憐的雅婷 心中雖然喜光花明 但還是有點害怕這男人的瘋狂 所以轉而找尋我 鄭花架這個安全牌 老二花亮 在中科上班的科技新貴 人生勝利主Junior 因為大家都叫他模範生 壓力太大 居然在婚前網路交遊 被詐騙集團騙得團團轉 連自己可愛的妻子都快保不住了 二叔光煌一生超煩 到媽媽快死的時候 才發現人生最重要的 或許是手上能擁有的是什麼 而不是那些名聲和地位 三叔正光人帶個漂亮老婆 從越南回來奔商 吹噓自己越南工廠有多大 但其實是個空殼子 老是以為家裡有張藏寶圖 找到了就可以重新回越南當大爺 四叔正光生 因為永遠比不上老婆的成就 又不小心因為自己太忙 害自己兒子出車禍死掉 每天懷憂喪志 幻想兒子花巡在陰間等他 後來想振作 和一個漂亮咖啡店的女店長 學著煮咖啡 被老婆誤會 才發現原來多年前自己老婆 也因為喪子憂鬱搞外遇 兩人相看總是很痛苦的情況下 終於談判要分開 離婚後這麼帥的大叔 開啟咖啡店 應該會更搶手吧 小姑姑正光浩 是四十位嫁的書記官老女人 貼心陪著媽媽一姐走到人生的最後 為了滿足一姐的願望 想隨便找個男生嫁人 但是他心中真正想追求的 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愛情 在阿嬤終於過世之後 這些幼稚的男人 紛紛從小孩的個性 開始轉大了 故事看起來 是一個圓滿的劫子 但是人生一定不會那麼的順利 要不然佛祖上帝 阿阿等等老天女就會來不聊 不知道怎麼幫大家解決人生難題 所以電影就是在阿嬤死後的一年 大家幫阿嬤做對年 又要回到老家開始 所以我說這次不是 就是一個新的故事嗎 歡迎大家在2048年2月9日 來看電影 花甲大人走人海 一起看這些大人 又如何轉成小朋友 一起過年哈哈笑團聚一下 這是一部最適合合 大家觀賞有笑有淚的電影 看完還可以包包你身邊的人 因為他們 你比較想看小孩還是大人 然後你會發現 這部電影最想告訴大家的就是 哇原來可以增長 沒有 不是啊 原來我們都不孤單 有愛理的人真好 有家真好 也是鄭花甲 農曆春節 賀歲強黨 唯一首選就是 花甲大人轉男孩啊 一起來真正玩意 咖哩貴哈 請問我先去實踩 啊 啊 Andro 你是人生中最激烈的一場 文戲是在風裡的一場 有看到 誰來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你覺得他文戲有進步嗎 就從跟電視到電影 戲劍之劇比 哦 所以你覺得他這陣子有偷練習 真的嗎 真的嗎 你剛剛有提到說 就你們兩個最後啊 親愛的啊 那你有特別準備嗎 有就有刷牙漱口 那兩位有互相先演練過嗎 不 沒有 有什麼角度輕啊 什麼之類的啊 沒有 不過那場是蠻緊張 因為旁邊這樣多人 那有討論說 待會兒要怎麼處理 對嗎 對嘴唇嗎 沒有 都是旁邊就是 因為像長輩他們就說 你就是要這樣 以大利的吸嘴唇 那什麼東西 那邊旁邊就是指導 所以你有吸嘴唇嗎 沒有啦就是 你有沒有嘗試舌頭伸出來的 沒有沒有 你有聞到忘我嗎 忘你自己在演 沒有沒有忘我 我一直記住 沒有 沒有 沒有忘我沒有忘我 沒有忘我沒有忘什麼 那這樣陣男友說 你這次有遠的比上吃地瓜吃的 有進步 就會覺得你有進步 有進步 你自己有才 這段期間 你有練習嗎 因為這次沒有吃地瓜 那你有偷練習 你有嗎 就跟那個CPR的那個 心跳加速嗎 因為震雷也有心跳加速 呃 因為你知道我就是想要趕快拍 所以我把全部的精神都放在 這個 這個 所以你就算被他搖耳朵 那一場啊 你內心也沒有波動 那個 雞皮歌大概有波動 所以你的敏感波動是許多嗎 對 會 會 會 沒有那場是蠻 蠻癢的 這樣是癢癢的 還蠻癢的 健康強 可以怎麼可以選擇 圈裡面 剛剛 講話 嗨 我們現在又在車上了 欸我們真的是非常的 激動性 沒錯 好不好 就是 嗚嗚嗚 小心啊 我跟你講 想去哪就去哪 這就是我們直播厲害的地方 而且這直播是可以 各種 各種 好不好 現在寶兒就拿著這個攝影機 正在直播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剛剛就找完了盧廣仲 我覺得他的那首歌 幾分之幾 非常非常的好聽 大家真的之後要去支持一下 然後這一次他們就是你知道花甲 然後 很多很多的這個新進演員 都有就是加入這個演出 然後也有很多非常厲害的資深演員 然後在裡面參與 聽說陣容就是非常的龐大 很厲害 非常非常厲害 然後希望大家在過年的時間呢 可以約家人啊 或是約你的好朋友一起去看 對 那現在陸廣仲他還繼續在練團 嗯 那我們現在要去找我們的阿瑋 我們的女主角 對 然後呢 等一下他聽說就在前面那個港前站 這附近 港前捷運站的附近 然後 我們等一下到一個地方 然後去找他一下 然後等一下上車之後就可以問問他就是 呃 有關於電影裡面有一些趣事啦 好不好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是 欸有沒有看到這個人啊 嗯 在哪啊 我停在那邊喔 好緊張喔 搖得輕鬆 有嗎有嗎 有嗎 有嗎 對 就是裡面的一首歌嘛 對對對 那之前亦亞也是 也是就是電視劇的 對電視劇 所以 如廣仲真的很有才華 我覺得一首歌是2017 就是大紅 另外一首就是幾分之節會在2018 大紅 他真的是有才華 對 而且他唱的就是好聽 而且他 本人 太可愛了 所以是呈現一個尷尬 然後用夜來偽裝的一個藝人 他 可是他其實很開心耶 我覺得啦 他就是一直 還是他就是這樣子 聽說他在片場裡面就是 就有點瘋瘋扁扁很可愛 然後還會跳舞給大家看 真的假的 他就是這樣個性嗎 好像其實是好 這個人好像可以做個朋友 是啊 好像很簡單 你是想要跟誰當朋友都可以是不是 而且好像可以來合作一首歌曲 跟你 一定要嗎 我跟網友說什麼 大家應該沒有人想要看我們 欸那個勒 阿偉勒 人耶 有約嗎 還是我們被 放鳥了 有 在路上了 這假的 他該不會還在台北捷運站吧 但很遠耶 我們直播是沒 多久了 好期待他來到現場 看一下大家說什麼 大家 大家有去 那個留言說 幾月幾號 花甲大人轉男孩 有有有 是2月8號喔 好不好 2月9號 你故意騙他們是不是 當然 不是啊 我們如果在美國他會先提早 12月9號 你不要再笑站 你去美國 外面好像不能開門對不對 那你那個寶和 寶和去幫我們開 我們今天的車子 我幫我們去開一個門啊 他去開門 讓我們鄭重的歡迎我們的女主角 阿薇 阿薇 好可愛喔 欸你剛好在附近 對啊剛好在附近 剛才剛下通告 就被我們抓來了 等你很久 也沒有 也沒有 剛才一下下 一下一下 欸 恭喜喔 2月9號要上映了 恭喜你們 他就是一直在唱歌 嗯 然後完全沒有講到電影的部分 他沒有講到電影的部分 完全沒有 幾乎沒有 而且也沒有在講說 到底這 裡面在演什麼 在幹嘛 因為我們聽說就是有心境的一些演員 對 然後 可以就是透露一下 就是有什麼趣事 還是有什麼 細內容可以跟大家講 這個電影版的話 真的除了電視版的大家 就大家知道像什麼 南哥啊 對 或者是 呃 康康哥 已經都是很厲害了 可是電影版真的是 更加厲害 是階級這個 金鐘 金曲金嘛 而且 我看了 就是演員 好像陳奕涵也有加入 陳奕涵也有 然後 何論東也有 也有 柯震東 沒有 美秀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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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記得 就是因為我們有去外景的時候 嗯 然後我就有看到那個 康康哥給我看那個照片 嗯 他在 欸我不知道怎麼可以劇透耶 就是他裡面的那個裝扮 喔 可以啊 這已經出來了 這已經出來了 很像那個之前劉德華演瘦身男女的那個 那個裝扮 他演胖子 他演100多公斤 快200公斤的胖子 他那手都不是他自己的手 對 好特別喔 然後就很辛苦 然後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個 非常厲害的角色 是的 那所以這一次是扮演 一樣是盧廣仲的女朋友 嗯 對 那為什麼你剛剛講話那麼的尷尬啊 剛剛嗎 對啊 在講電話的時候 那剛剛是你啊 你有知道 剛剛不是 對啊 因為是你 對啦 也是 我想問一下 跟盧廣仲演電影 嗯 辛不辛苦 難不難 辛不辛苦 難不難 因為就看他 感覺就會很想笑啊 對啊 對啊 因為他真的有很多喜劇的tempo 然後 比如說 我叫他說 你給我站出來一點喔 然後他就會說 我站台不夠出來嗎 然後我生氣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你是不是對我沒有感覺啊 他就會看上面說 我有感覺啊 欸他們很會撩妹耶 很可愛耶 欸那你們有 就是比較 就是 親密的戲 聽說他們有床戲 跟 就要吻戲耶 你拍床戲 跟他 感覺怎麼樣 是不是 他還是很好笑嗎 一開始看到床戲的時候 是很緊張 怕會不會有一些 你知道要一些 很尷尬的事情 聲音或什麼的 但後來發現就是 其實是蠻普遍級的床戲 普遍級 一切發生就是在 我們的那個被單下面 比如說我看到他的內褲 很大的一個 大半小 欸不用那邊幫他那邊 內褲很大 就是內褲而已 內褲而已 對對對 哇靠 欸這感覺就是拍電影還蠻好玩的 是好玩的 那這部電影 你覺得如果說我們像之前 有些人沒看過這個 花甲的電視 電視劇的話 看得懂嗎 看得懂電影嗎 其實導演在剪接的時候 就已經有讓很多 不同的人來看 如果他是沒看過電視版的 他是看不看得懂的 然後他是有依照就是 希望是讓 沒看過的人 也可以看得懂的方式去剪接 對 然後怕大家就是覺得 欸我還是沒有看過 如果還是有點不太想進去看的話 我沒有出懶人包 我有看到 我們剛剛也有播給他 先給大家預計一下 但是那個懶人包 我剛剛有試圖想要好好看一下 我覺得超級不懶人的 因為盧管 盧管這種講話超快的 超級不懶人 然後就超不懶人 我就要很不懶人的方式 看那個懶人包 要專屬的看 因為畢竟是七集嘛 然後再剪成四分鐘 也是很辛苦 也是蠻辛苦的 對啊 欸其實我真的蠻期待 嗯 那你可以送我電影票嗎 可以期待 結果我們今天其實 我們其實今天就是 扮演了一個強盜的角色 因為 到時候 到時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來喔來喔放送放送 很多人說看不懂花甲的故事 因為故事裡面人太多了 電影要播了會不會看嗎? 今天就特別來跟大家快速的講一下這個老家裡面的故事 其實大家放心 沒有看過電視一定也看得懂電影 因為這是兩個不一樣的故事 只是剛好都是我鄭花甲一家發生的事情 一年前鄭家的大家長 人稱以前的阿嬤就要過世了 在快要斷氣之前送回家裡 大學念了七年還沒有畢業的我鄭花甲被老爸寄扣回家 好朋友、好室友、好哥們 有達一上戀人未滿的阿維、溫馨、愛香水 一起回到老家他才發現天哪 這是一個什麼樣亂七八糟 吵到天荒地老的大家庭啊 阿公正爽的鬼魂又在這個時候出現 像是要帶阿嬤上天堂 這個時候阿嬤竟然醒過來沒有死 還開開心心參加了孫子花亮的婚禮 全家人突然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 只有阿嬤最孝順乖要陪著阿嬤 比大家都還像阿嬤的女兒 這麼荒謬的事情 大概就跟我們人生荒謬的程度 差不多有87分像了吧 首先來介紹一下這個大家庭 只有一個小孩 祖譜排行是光自輩 因為希望每個都變成大人物 所以名字由 老大鄭光輝就是我爸 很早就離婚了 和一個檳榔西斯 史黛西開了一間叫做 薯蘭椒的檳榔攤 和人家糾纏半天還不娶人家 難道只是想隨便玩玩? 兒子女兒看不順眼 根本不想回家 我姊跟一個得到絕症的阿輝在一起 兩個人失守殘眠 就算快死了還不停放閃光 小兒子阿嘎就是我 魯蛇最佳代表 卻還想幫這個家重新改造 這個故事就是在說我如何可以轉大人 還同時教兩個欺辣的故事 一個就是我們前面看到的男人婆 非常不像女人的阿瑋 另一個就是青梅竹馬家鄉的女神雅婷了 哇喔!雅婷出現仙女下凡 但這個時候我就像所有的男人一樣 陷入天人交戰 但是當阿瑋變了女裝之後 我才看出來 原來男人婆溫柔也很動人 才發現有阿瑋的陪伴真好 我二叔鄭光煌為人海派交友廣闊 是鄭家唯一人生勝利主 可是悲慘阿悲慘兩個兒子都很糟糕 老大花明是企圖阿 18歲就搞大別人肚子生了小孩 一婚後突然發現家鄉女神雅婷沒有男朋友 認定她就是自己兒子最好的後面 每天只知道糾纏她 雅婷也不是如此天真無憂 前男友陳大哥是可怕的男人 會把她像吃火鍋燙肉片一樣的拿開水燙她 可憐的雅婷心中雖然喜慌花明 但還是有點害怕這男人的瘋狂 所以轉而找尋我正花架這個安全牌 老二花亮在中科上班的科技新貴 人生勝利主Junior 因為大家都叫她模範生 壓力太大 居然在婚前網路交友 被詐騙集團騙得團團轉 連自己可愛的妻子都快保不住了 二叔光煌一生超煩 到媽媽快... 不好意思剛剛沒聲音 因為我太激動氣了 我們就是這樣子 這樣才叫做直播 不然有些人會假直播 自己 什麼假直播 就是說先預錄好 然後再播出去 但我們就是有現場狀況 才會是這種真實的感覺 剛剛有那個 沒看完懶人包的朋友 不好意思 你們等一下再到 ETtoday的官網上面 去搜尋一下 我們都有這個 欸有誰的版本 有花甲的版本 跟花明的版本 就是 往後方掛詢的版本 沒錯 所以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 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 就是要應景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是時間勝不多 乾脆 因為畢竟他也是歌手出身 對 就跟那個盧廣仲一樣 我跟妳講 剛剛盧廣仲有清唱 我們現在也直接來一下 直接清唱 我點歌 我點有關於花甲的歌 有 我們來聽一下 你先點 女生 說不定也會響 好啊 我先點 我先點好不好 我直接就點 女生版的 魚仔 魚仔嗎 對 現在歌手不會唱魚仔 應該就是直接 所以是整首 唱個副歌就好了 副歌好不好 後來 後來 我們準備好了 1 看魚仔在那 想愛想去 想愛想去 我對你 想愛想去 想愛想去 這幾代我會打拚 自己 心 都是因為你 欸 很好聽欸 很好聽欸 你整個一出口之後 我就感覺現在距離感越來越重 距離感嗎 因為我發現 因為歌手啊 歌手的感覺 歌手唱歌 他那個共鳴的聲音 就會讓你覺得 好鎮業喔 可是你剛才跟廣眾 你從他跨下都傳過去 我有看到 你有看到 這 沒有距離欸 不好意思 對啊 欸 觀眾有沒有點歌 我們現在就直接 直接唱給大家聽 還是我再點一首 他們現在都在點廣眾的歌 為什麼他唱 真的假的可以嗎 可以啊 到我中 還有嗎 欸如果點以前 你團體的歌 你會唱 你還記得嗎 還記得 真的假的 可以嗎 你有想聽到 還是想聽 我想聽那個 橘子氣水 橘子氣水 我想聽俏俏告訴他 啊俏俏告訴他 俏俏告訴他 可以 我可以 我一點點 可是俏俏告訴他 歌可以提醒我 什麼意思 還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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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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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先唱 先唱別的 先唱別的 我看一下 橘子香水的 這首歌我也很喜歡 可以 但是可以 這首很好 你要不要回去練一下 好回去練一下 下次再來那種 雪詞一下 欸有人說 想要聽你唱 Rap版的一樣 什麼東西啊 看啊看啊看啊 看啊看啊 你一定要那麼好cue嘛 你其實可以不用唱 好不好 欸有沒有認真一點 大家想要聽 欸他們想聽 夏雨天 好 這首也很緊 可以吧 ok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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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嗎 好聽耶 因為它現在是 軟軟的 很舒服欸 很舒服 欸不然這樣 我們就該會就是 你知道 就是那個 這是怎麼講 就是串燒 串燒 類似金曲串燒 我們就一直來唱 一直來唱 喔就是 兩句一兩句一兩句 對 就不要宣傳電影 ミヤザイ ミヤザイ可以嗎 還是要宣傳一下 ミヤザイ好 唱完ミヤザイ 好 唱完ミヤザイ 好 我覺得他個性很可愛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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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我也知道 那的你也知道 我也知道 那的你也知道 我也很期待 好 我覺得太好聽了 如果大家想要聽我們的阿瑋唱歌的話 應該是可以去到的Facebook 應該都有在分享你自己的一些唱歌的部分 有 對 然後之後就可以跟大家講 我也希望 可以去到他的個人資訊 好不好 那我們來送電影票 我們剛剛就玩了幾個蠻好玩的遊戲 然後就是用一種比較奇怪的方式 打賭的方式 對 打賭的方式 就譬如說 我們現在 的截圖 那如果是你猜男生女生 第三個留言是男生女生 如果你輸了 你就要送電影票給大家 好 我們現在一樣是用截圖的方式 那寶兒截圖就好了 好 那就截圖之後第五個是男生還是女生 好 來吧 一二三 請截圖 男生 男生嗎 寶兒請幫我們看一下 一二三 黃結應該是個女的 女生 是女生 他就要送他那邊 好 送他黃結 送他 那我們來玩一個 我現在直接開門對外面打腳 快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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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阿偉經紀人快上來 然後他就會上來 你猜他會上來 你會讀他會上來嗎 他一定會上來 確定 會 坐後面坐後面坐後面 如果不上來的話 我去一三分他就會上來 你不行你不行 就我 就我 哇 他會上來嗎 你猜會會 你猜會不會 我猜他不會 好 好刺激 阿偉經紀人叫什麼 小丹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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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滾開門 欸 小丹小丹 賽賽賽 小丹賽快點 賽賽快點 快點 快點 欸 他不上來 哈哈哈哈 我都要 欸 幹嘛 我都要昏倒了 沒有 為什麼 什麼 我沒看到你昏倒 好吧 欸 結果是他沒上來 你沒上來 你沒上來 沒事沒事我們要錄影 拜拜 真的 你幫觀眾朋友得到一張電影票 好 謝謝 拜拜 欸 他很可愛 他剛剛就是把手上拿的東西 然後說 我小丹小丹 他整個放開 幹嘛 而且你關起來還自己帶 你可以幹嘛 好啦 他其實是會來救你 但是 我們為了幫觀眾謀福利 所以我們還是要送一張電影票 來來來 不要那個 謝謝 那不然你來宣傳一下好了 你來問大家問題好了 好 那個 不然我先幫你問一題 好 那你先想問題 好 你問哪一點的 比如說你在花甲的角色啊 或者是你在什麼 我先幫大家回答 等一下給你選擇 對 我先幫大家問一下 請問一下 花甲大人轉男孩 幾月幾號上映 趕快去留言 我們在下面抽獎給大家 好不好 抽兩張好了 兩張 對 沒有我現在這邊又要再抽兩張了 對對對 這邊是跟廣眾的 兩張兩張 趕快留言喔 好 那 講好題目了嗎 講好了 好來 請問 想問大家 在花甲大人轉男孩裡面 是演方偉吉阿偉的爸媽的是 哪兩位彩蛋 喔 這個我知道耶 嗯 一個姓金對不對 一個姓金 另外一個 姓林啊 林啊 林啊 好不好很簡單啊 好不好 趕快回答齁 要回答兩個名字喔 好不好 那這個就送 一張好了 好 就是兩個都要回答出來 對對對 那再問一題 再問一題 再問一題 就是 剛剛有說到的 大家有看到的 花甲大人轉男孩的懶人包 有兩個版本 對對對 兩個男生的版本 那你兩個男生是誰 他們姓名的名字 是 好 請回答齁 那這一張 我覺得這比較難一點點 因為有些人還沒看過懶人包 對 那我們就送兩張 可以讓他男女朋友一起去 好不好 然後或者是你跟你的家人也可以啊 當然 我看幫大家熬了那麼多電影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最後一張了 嗯 好 最後一個 就是 我覺得 應該是大家 我就覺得說 直接到這個 呃 大家就到那個什麼 你們那個電影有那個粉紅 有有 花甲大人轉男孩 花紅電影版 電影版 專業版 然後去按讚 好不好 去按讚 然後我們就隨機送啦 好不好 這個我們就 佛心來的啦 隨心送啦 好不好 記得去幫我們按讚一下 不好意思還是要拿過來 請 好 那最後還是要那個 我們節目的阿偉 幫我們介紹一下 嗯 就是這個花甲電影 這個 可以直接去看的地方 可以直接去看的地方 值得去看的地方 其實這部電影我覺得 真的是一個很誠懇 然後很希望可以帶給大家 在過年的時候很開心的一部戲 是 那其實不管是你跟親人去看 還是你跟親人去看 還是你跟親人去看 還是跟朋友去看 對 你都會被花甲這一家人的情感 讓你們變得就是感情更好 沒錯 好大家記得去看喔 那我們今天的新冠一撞新容 就要跟大家說拜拜囉 呦 就是我 欸很開心耶 聽到好多歌手唱歌 對啊 下次再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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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